男子喝得好忙 講話都有點不太清楚 在園警護送之下 一步一步走到便利商店 直接被帶到超商ATM 還要領出3000元 園警在一旁不斷勸他 但男子說什麼就是不領 講著講著好像還快要哭出來了 情緒起伏相當大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時間往前推 就在十九號傍晚五點多 桃園的復興路上 一輛計程車開到路邊停下 接著司機下車跑到路邊的派出所 後來一群員警也出來關心 但過沒有多久 後座乘客被帶到車外 這名乘客就是喝醉的男子 原來這名31歲的印尼籍移工 十九號在新北市英哥喝酒之後 搭計程車要到桃園火車站 但他半路不生酒力 直接嘔吐在車上 小黃司機要求清潔費三千元 這名移工不願意付錢 途中還鬧脾氣 說乾脆直接送我回印尼 讓莊姓司機氣炸了 認為他是要搭霸王車 直接開去派出所請員警幫忙 儘管溝通了好一陣子 但是因為語言不通 無法達成協議 最後聯絡移工的公司代為處理事情 才落幕 不過 問獎要求三千元 真的太多了嗎 這個公司大概都一定落在半天到兩天 不等 因為而且又是酒類的東西 他會發酵 所以這個時間可能搞不好又更久 體車業者說三千元到六七千元 都算是合理的清潔費用 只能說認知不同 溝通又不流暢 才會鬧出糾紛 但是弄張敵人的車子 該賠的還是得賠 TVBS新聞 是新的領族的黃凱欣 曉燕新北 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